三十七岁张柏芝至今单身 背后原因会刺痛谢霆 风神经不知道谢霆锋这两天有没有上网 更不知道谢霆锋看到这样的画面 是开心还是流泪 一个男人不爱眼前的妻子可以离婚 可是不能丢下两个可爱的孩子 如果孩子在幼儿园 看到其他小朋友都有爸爸来接送 孩子会问妈妈 我们的爸爸去哪里了 妈妈该怎么回答 孩子以后长大了 懂事了 发现他们的爸爸跟一个大妈妈 是一岁的女人结婚 他们又该怎么去想 近日 有网友曝光一组张柏芝 和两个孩子现身机场的照片 照片中母子三人有说有笑 场面特别温馨 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很懂事贴心 在机场就会帮张柏芝推行列车 虽然两个儿子还那么小 不过张柏芝每次谈起儿子总是满脸幸福 称赞两个孩子很懂事 虽然他身边不乏追求者 但要当他男朋友 除了要通过他这关爱 还要经过洛杰与 张柏芝和谢霆锋 今年都是37岁 而王菲已经48岁了 哪怕你就是国际级哥后 不服老是不行了 论年龄 张柏芝的两个儿子 应该叫王菲奶奶了 王菲和窦威生了一个女儿 已经19岁了 窦静童喊谢霆锋 爸爸是不是很别扭 总有一天有镜头 丽燕 Lukand 与Kulindus 这四个孩子要见面的 那场合要是谢霆锋 丽亚鹏 窦威也在场 那该多热闹啊 有香港记者问张柏芝为什么 不早点找个男人 减轻他照顾两个孩子的辛苦 张柏芝说 白天他和两个孩子 在一起玩 一点都不觉得累 只有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吃 有一点孤独 不过 他暂时还不想找男人 两个孩子还不懂事 怕孩子和男友关系处 不好会带来伤害 所以 等孩子再大一些 个人的事再等几年 他还年轻 感情的事迹不来的 作为男人 谢霆锋 不点自私了 在他和王妃复合之前 一点没有为两个孩子着想 虽然谢霆锋 为两个儿子 在香港买下昂贵的物业 可是且买不到亲情和父爱 霆锋 从小就背负着星 二代的标签 他们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就像成龙子生女一样 从小不敢与孩子们玩耍 至今活在孤独的阴影里 谢霆锋能不能也学学张柏芝 带儿子去外面的世界疯狂玩耍了几次 最喜欢新剧角色美之一 故意演的不招人爱 近期在江苏卫市热播的都市商业剧鸡毛 飞上天由于丁之导 讲述了一波人从鸡毛换堂开始 努力打拼事业的故事 这部名字图 没有流量明星 还有点主旋律的电视剧 收获不少好评 新惊宝记者装访鸡毛 飞上天女主角 洛玉珠的扮演者颜桃 他说这是他近几年来 遇到的最喜欢的 没有之一的戏和角色 也是创作最艰难 拍摄时间最长 那一部戏 颜桃一 ZP感新惊宝 几年前的温州一家人 你和张艺就有合作 这次合作和之前相比 感觉对方变化大吗 观众反映你俩很有CP感 这种感觉是怎么建立的 颖桃 温州一家人的时候 我俩对手戏太少了 就几场戏 他演我哥哥 我的戏全在国外 他的戏几乎都是在国内完成 他只有一点点戏在国外 他的那个角色想偷渡到国外 结果还被发现了 要被遣送回来 我那时还 老跟他开玩笑说 你是不是脱了私人关系 为了到国外玩一圈 才到这边来拍的 关于CP这个词 我到前几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没有刻意找CP感 就是希望这俩人的关系 能让观众相信 谈恋爱 想念人 结婚后像夫妻 比如我们拍戏的那个小院 我每次去的时候 会到处溜达 我希望先说服自己 这个地方是我的家 扫把在哪 锅碗在哪 好多小道具 都是我跟张一老师一起商量的 我们考虑要过日子 哪应该放个两衣架 哪应该放什么 生活中的夫妻 除非有很严重的事情 说坐下来很严肃地聊一聊 一般两个人说话都是要手里干着活 就把事说了 我饰演的玉珠 这个角色 本身也是一个家庭主妇 做个饭 晾着衣服就会让生活感更明显 二 段子手心惊爆 最近你开通微博后 被称为新进段子手 张一也以幽默地称 两人一起大戏 会加入一些幽默的元素吗 影桃 其实 戏里面很多有趣的台词 都是我们后家的 我们希望能更加真实 因为平时大家过日子 很少是你一句我一句那种 比如小旭 剧中落雨珠的儿子 说 妈 你还打不打了 你不打我写作业去了 我们当时就是想让小旭 做神捕刀的那种小朋友 几乎每场戏 都有我们的二次创作 三 冒险新惊爆 觉得最难忘和最难演的一场戏 是什么 影桃 整个拍摄过程都是我最难忘的 这部戏拍了近五个月 我之前在朋友圈发过 说这个戏是近几年来遇到的最喜欢的 没有之一的戏和角色 也是创作最艰难 拍摄时间最长的一部戏 最难演的可能是后面老年的时候 我找不太准那个状态 还有就是中年企业家的整个阶段 有一场两人大吵的戏 我觉得挺难的 因为这个阶段 落雨珠遇到了中年危机 我知道观众应该不怎么喜欢这个阶段的雨珠 这个是我故意的 她没有什么文化 又有些刚刚有钱的 爆发过心态 还更年轻了 这个阶段的状态必然不招人待见 我们讨论我这样会不会有点冒险 我演了这么多年戏 很明白观众会喜欢什么样的角色 但是我更希望追求她人生的真实感 所以冒了这个险 四 女扮男装心惊爆 戏中有女扮男装的部分 如何突破一看就是女人的尴尬 樱桃 这个最初我也很纠结 但是觉得故事既然这么写肯定是有必要 尽量通过一些物理手段来塑造角色 把头套剪成绑寸 粉底用的是男生的底色 那个阶段我的脸基本没干净过 虽然没有束胸 但是会穿比较紧的胸衣 衣服都穿大一点 让自己看不出女性的线条来 姿态上再注意点 好在我生活中也比较爷们性格 穿高跟鞋和不穿高跟鞋 走路就是两个姿态 我故意穿那一号的鞋 走路不那么跟脚 带着胆垮 五 风衣心惊爆 有观众觉得早期落玉珠的风衣太时髦 你怎么看 影桃 这么细 结的地方可能不完全是我的工作范畴 但我们在跟剧组老师讨论的时候 也有一个概念 就是首先这是南方 南方在那个时候本身比北方时髦超前一点 再加上玉珠就是做跟时尚有关的生意的 如果是朋友从广州 香港给他带件衣服 也是合理的 六 套路多心惊爆 剧中有不少和其他影视作品相似的情节 比如青梗 绝阵梗 三脚练梗等 在表演时如何不落入俗套 影桃 我们美 天都在讨论这个 开拍之前我和张艺老师就达成一个共识 我们发现哪怕是一些伟大的电影 也都是所谓的套路 太出格和意想不到的情节 除非有特定的环境和人物关系 现实生活中的人 遇到的都是差不多的事 所以我们不必去在意这个梗 是不是心 往真理眼就行 比如大家都会恋爱 也会有分手的情况出现 每个人分手的反应都不一样 遇到挫折时 大家的选择也会不一样 我就按照落狱 猪的反应和处理方式来做好了 七 打分心惊爆 对自己和张艺的演技打几分 影桃 我真没办法打分 就像张艺说的那样 这部戏我们都尽了全力 ュージェクト .